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当他们走到一起之后 他们选择站上舞台 接受众人的掌声 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 这支特别的乐队《八七七二》 遇见《八七七二》的这一天 正逢圣诞前的演出 今天是星期几 所以我们这种节奏 星期六下午 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 什么生活 什么样的 希望大家放在这首歌里面 这个乐队有点特殊 它由罕见病人和残障者组成 乐队里的每个人 都经历过一段 被病痛折磨的灰色时光 反正是有十年的时间没出减麻 当时是第一次出去以后 就觉得外面特别的刺眼 特别的亮 然后觉得楼啊树啊都特别的高 然后看天空的时候 觉得好血晕呢 就觉得好像 这个环境不适合我 不舒服 很压抑 想快点走 崔莹是乐队主唱 患有成骨不全症 俗称瓷娃娃 瓷白的皮肤 淡蓝色的眼瞳 不足一米的身高 永远没法触到地面的双脚 常年与轮椅为伴 其实我以为我是个极客手 我最大的困惑就是 我说瓷白的能不能按细节 能按组吗 就我想要是不能 对 就把身体上的所有力气 都运到这个手指上 都运到这个左手上 这样一晚上训练下来 其实是挺累的 很疼 第二天胳膊基本上就很疼了 连穿衣服的时候都挺疼的 真的啊 今年元旦元出清晰 却于不慎从人影上摔下来 造成了严重的骨折 好像从小到大 这是最厉害的一次 自己骨头完全断掉了 而且是三处骨折 反映了几秒钟 是不是梦啊 然后后来看着自己那个 断掉的那个手 就像分解棍一样 晃来晃去的 真的就是两根骨头 胳膊里面两根骨头 完全都断了 今天演出怎么办 以后生活那么慢 我以后还能谈心吗 我还能出来上班吗 崔英受伤那次 真的是想起来都觉得挺 就心里就有点受惊的 那种感觉 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 我那么亲密的一个人 就在我面前 然后骨折那么严重 淡定 假装很淡定 然后给阿姨打电话 11120打电话 最终 作为主唱的崔英 还是缺席了这一场演出 在医院开始了漫长的恢复期 吉他里边这种和弦挺常见 就实时要把六关弦全都摁住 然后其他手之人 但是就这个 就像不了 就要很用力很肥筋的才能拍照 之前勉强刚能行 现在就 圣诞前的这场演出结束之后 乐队的主音吉他手程丽婷 摇着轮椅匆匆离开 她要赶在晚上七点半前 到国猫上英语课 虽然是残障者 但丽婷已经是 驾龄七年的老司机了 她的车在方向盘的旁边 加装了一个牵引杆的装置 把油门和刹车 牵引到上面手动控制 按下去是刹车 往上拉就是油门 一个人出去 他们说 你一个人出来好厉害 然后开车 你可以开车好厉害 就好像又说 为什么就觉得厉害 一个普通的人 他自己出去 他自己开车就没有什么 会觉得厉害 社会确实残障人太少 而且他们也不会想到说 一个残障人可以一个人 做那么多事情 好 现在我来介绍演播室 邀请的嘉宾 我的同事赖远 赖远 你好 刚才这个短片 是你到北京去拍摄的 第一个女孩子叫崔颖 其实她看起来长得还挺漂亮的一个女孩 她今天多大 她有一句话其实我印象蛮深的 她说有十年都没有走出过家门 是什么原因呢 是这样的 崔颖其实她今年已经29岁了 她是88年的 但是我们看起来 她其实跟20岁左右的这个姑娘没什么区别 看着比较小 但她其实对已经马上30岁了 然后她说她十年没有出家门的原因呢 是因为她是一个成骨不全症的患者 我们俗称就叫瓷娃娃 然后因为她从小就是 她算是这个瓷娃娃里面程度比较严重的 所以从六岁开始 就再没有这个关于走路的记忆了 然后她就只能靠着这个在轮椅上 然后非常小心的很怕磕到碰到 然后所以就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从来没有出过家门 因为她告诉我说 她从她到小学大概十三四岁之前 她骨折了有二三十次 就这个次数是非常多的 然后每次骨折一次之后 她就会也需要休息这个三四个月 然后甚至半年的时间 这就导致她从小到大 几乎到那个16岁之前 就从来没有出过家门 所以可能家里人也很怕她出去 受一点点伤害 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恢复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说 十年不出家门 这是很难让人想象的一件事情 对 那么她在家里面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 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呢 她第一次告诉我说 她十年没出过家门的时候 我很震惊 因为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说 你十年不跟外面的社会接触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崔英告诉我说 她就只能在家里 她家里是在北京嘛 在离那个长安街 大概几百米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非常老旧的一个小区 然后她家在二楼 然后从这个一楼上去 二十一层台阶 那这二十一层台阶 就是把她在家里困得死死的 因为她没有办法自己出行 那包括到现在 她如果要下楼 然后要出去排练 要演出 都需要她父母抱着她 把她抱下来 然后再把轮椅搬下来 这样协助她上楼下楼 然后她家里面 其实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 大概就三四十平方 然后冬天的时候 她告诉我说 在北京冬天因为很冷嘛 四年前她家都没有通过暖气 直到就是四年前的时候 第一次通上暖气可以供暖了 然后而且屋子里的环境 也比较不好 像她自己没有一个专门的床 她是一个像摇篮一样的 适合她的一个 一个躺下的一个地方 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过了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其实她说这个 北方人就能知道 像北方是集中供暖的 对 如果说她在四年前 才通上这个暖气 可以说她至少能说明一点 可能她父母没有固定的工作 所以说单位不能给她 交上这笔费用 才导致这个家里年龄 那么寒冷的冬天 也没有办法挨过 对 那你去过她的家里吗 我其实是没有去过的 刚才您提到说 这个冬天没法供暖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 因为她是这种坐轮椅的人 她的这个双脚 她的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 然后她的脚就会尤其的冰冷 当然她经常冬天的时候 会把脚都冻裂了 然后冬天她其实就 特别不愿意在家里面待着 然后她 您刚才问我有没有去过家里面 我没有去 其实我跟崔莹的关系 在采访的后来 已经非常的熟了 我跟她一起 我们吃饭 然后打火锅 然后还有就是推她那个出行 然后一起聊天聊八卦 她其实跟我关系已经很好了 但是只要一提到 我能不能够去你家里看一看 去你这个原生的环境里面 去看一看是什么样子 她就会立刻拒绝我 因为她非常不愿意 把她在家里面 就是不太好的那一面 展现给别人看 那她的父母你有接触吗 有的 其实因为我们刚才在片子里面看到 崔莹在去年元旦的时候 就是演出之前骨折了 还挺严重的 那自此之后 其实她爸妈 她的任何出行 她妈妈都会陪着她 不管像晚上 她们排练到多晚 可能到了这个十一二点 甚至凌晨一两点 她妈妈都会一直等着她 我在跟她们彩排的那一次的时候 就见到了她母亲 然后我想跟她妈妈沟通一下 崔莹的这些过往的 这相近三十年的生活 她是怎么样过来的 她们的一些故事 她妈妈就立刻拒绝了我 当时说的是 如果你要问崔莹的话 我不想告诉你 所以就你可以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感觉到 她其实是把你排斥在外的 她不愿意让你接触到 她真实的生活 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你刚才描述的这些 其实刚才跟这个画面上呈现的 反差还是很大的 画面上呈现 她是一个特别阳光的女孩 我不知道整个 就是你在跟崔莹接触的 过程当中 因为你接触她很多的 这个环境 包括她的生活 那你自己内心 对她有一个判断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呢 对 您这一点说得很好 就是说关于她这个反差 其实我第一天 见到崔莹的时候 就是我们开头 她圣诞节前的这次演出 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正在这个后台在准备 然后马上就要上台表演了 那天是画了很好看的妆容 然后穿的也比较得体 然后穿了一个格子的小裙子 还挺漂亮的 我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女孩的 第一感觉就是 她真的很有光芒 尤其是在这个舞台上 灯光打在她脸上 然后她很自信地跟观众去互动 我觉得这个过程 就是你能感觉出来 她非常的享受 她觉得这是一个 对她来说是最有光芒 然后最闪耀的这样的一刻 但是我们刚刚在采访中也看到了 只要脱离那个环境 它真实的一个状态 我们能感觉到 其实是略微有一些病态的 比如说皮肤很白 然后很苍白 主要是苍白 然后没有办法自己出行 然后可能甚至连弹吉他 有的时候那个接着都不够用 这个反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她生活里面 就像我们刚才说 她不愿意我们去到家里面 也是对她真实的这个环境的 一个抵触吧 就不愿意让我们接触到 就尽管她现在可能相对于 其他的惨障人士 已经有一种很开放的 这个阴面展现出来 但是她自己还是有一个底线 还是不愿意做一个深度的 一个真实的一个交流 对 就比如说 我们当时一起吃火锅 然后在那个饭桌上聊天 然后她就给我表达了 这样一个细节 就是说她很羡慕 就是有一些人的工作 她可以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 甚至一觉起来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 可能要去工作 要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对她来说就是 哇 我好羡慕 因为我每天起来 我都知道我在哪 我就在我那个三十平米 那个小房子里面 然后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有点害怕 跟她去沟通 我可能就不会告诉她 我们的工作 其实我们工作就是这样 对吧 就因为我们要经常出差 可能会接触到不同的人 其实我很想把这些故事 分享给她听 然后我们可以有交流 然后因为彼此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她一说到 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立刻心里面咯噔了一下 我就说那我在她面前 是不是就不太能够提 比如说我经常外出 然后我经常可以出差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刚才所描述的这个催影 是其中的一种 就是看起来很阳光 但可能内心还有一点点 小的这种障碍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女孩 也是上一段短片结尾出现的 丽婷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 她特立独行 甚至做了很多健康人 都不敢做的事情 我们再通过一段短片 来认识一下程丽婷 丽婷在家中排行老三 小时候在河南老家 读了几年小学 到北京之后 一直被各种学校拒收 也找了挺多学校的 在那时候就没有权利意识 就是人家拒收 然后就好伤心 然后就没办法 就在家里面 其实当然也有遗憾 就我觉得没有上大学 是我挺大的一个遗憾 她就索性自学各种知识 再后来开网店 学设计 玩潜水 经济独立 要着轮椅 她便山山水水 她的生活远比想象中精彩 采访之前 她告诉我说 准备了近半年的高空跳伞 马上就要实现了 连回复说不可以 因为她说 你的腿没办法 在着陆的时候 自己抬起来 说会有危险啊什么的 我定的那个是一万五千米 就是应该是他们最高的 然后她说会自有落体一分钟 特别急 帮助我的人 真的是 我觉得数得数不过来 多少人 就这些年 您上去吗 这人 行 行 行 没事 谢谢你 这有一次特别逗 我说大爷您好 可以帮我把轮椅拿下来吗 她说 轮椅 我说我需要坐轮椅 轮椅在后备箱 那大爷看了我一眼说 你自己拿吧 然后就走了 走了之后 我就看着她就走了 然后走了之后 大概过了有十秒钟 她又回来了你知道 她又回来了 就走梦后回来了 说我还是给你拿一下吧 然后就给我拿来了之后 我就坐上车之后 那大爷还不走 说还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即使与疾病相伴着二十多年 丽婷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紧紧有条 在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之后 这个女孩身上有着独属于她的从容淡定 不急不许 穿绳都圆了 整个就一圆面条似的 都抱不上 四十一半的时候抱来抱起来 在村里边上海 抱一个病孩子抱来抱起来 那好够不好吃了还睡不出来呢 姐姐睡得干嘛呀 年轻修理不圈的 老老相互三月份的 我年轻的时候修理了 我这会儿就相互了 也是特别干到高兴 妈妈接受采访之前 丽婷摇着轮椅拿着粉底和口红 细心地给妈妈化妆 母女之间分了满文心 这个丽婷看起来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的一个女孩 对 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情况呢 也一直要做轮椅 是这样的 就是她跟崔莹的 我们看上去的状态会比较像 都只能靠这个轮椅的出行 但她患的病其实不一样的 她呢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小儿麻痹症 这个非常 但是是程度很严重的 这个小儿麻痹症 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是一周岁生日那天发病了 然后当时她妈妈告诉我的情况 就是说在第一天的时候 她还能走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只能爬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就彻底瘫了 就自此之后她告诉我说 她从小到大再也没有关于 任何行走的这个记忆 她就不知道自己是可以走路的这样 然后难道现在就一直只能靠轮椅去出行 也是 其实是命运蛮悲惨的 但是她特别热爱生活 你看她会这个会那个社交也很多 也很开朗 而且她说她会潜水 像她会游泳和潜水吗 会的 就她跟我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也很震惊 就是一个在我看来 就是只能靠轮椅出行的一个人 她怎么能够下水呢 她怎么样可以做到就是像我们说背着这个气瓶 然后就下去 她告诉我其实是可以的 她就正常的这个氧气瓶 然后穿相对特殊一点的这个潜水服 因为她的腿部是使不上劲的 但是她是可以下去 然后在这个教练员的带领下 她就可以下到这个水底 她最深的潜到过十米左右 可以看到这个水下 她说很好玩的那些鱼啊 然后这些海底的这个形态 她就特别兴奋 而且她本身其实很喜欢在水里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里面 她只能够借助轮椅 然后才能移动 然后才能出行 但在水里面 她就可以抛开这些束缚 她可以自己的去游 然后她觉得这个时候 她是最自由的 就真的像鱼一样 而且我觉得她很有勇气 你比如说像常人不敢挑战的高空跳伞 对 她这个都愿意去尝试 你包括像潜水 其实很多女孩子也不太敢去尝试的 对 你说这个跳伞 其实我采访她的时候 她还没有去跳伞 当时是她就是准备好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她告诉我说她联系了很久 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沟通的过程 她说一开始对方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就觉得你的这个腿是使不上劲的 那你在落地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 但是之后她跟她沟通了很多细节 她争取了很久 就是说告诉她 她的比如说身体的细节 比如说有多高 然后有多重 有没有用药的这个过程 然后对方最后再经过了一个综合的考量之后说 OK你可以来挑战这个高空跳伞 她告诉我说她选的是那个最高的 一万五千英尺 相当于四千多米的这个高空 然后后来她跳完伞 她特别特别激动的告诉我说 她说好爽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像鸟一样 我可以飞下来 就是这个过程她很享受 所以她虽然不能行走 但是她其实可以比我们更有勇气 就迈出了其他的这些人一步 好像在这个短片当中还介绍 她经营过很多 就是开网店 还自己做小生意是吧 对 还是很要强的一个性格 对 其实她很早之前就已经经济独立了 这一点在我看来都会有点惭愧 她跟我说 她之前她这个网店开了很久 然后经营最好的时候 她是卖这个运动服饰的 然后她销售过世界各地 把这些衣服卖到世界各地 可能跟这些外国人去沟通去交流 她也没有障碍 而且最好的时候 一个月的营业额可以达到四五万 就是一个完全经济独立的一个姑娘 所以从这一点上 你也可以感觉得出来 和前面那个催影想比较的话 她就更开放一些 就可能性格也更开朗一些 就觉得好像在这方面 我也不输给你们 可能只是一个身体上有残疾而已 对 她妈妈现在是跟她生活在一起 是吧 她妈妈是这样 她们家老家在河南的农村 然后她家里是一共四个孩子 她是老三 然后妈妈呢 就是一半的时间在北京 跟这个子女在一起 然后另一半的时间 就在回了这个河南老家 就是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这样 但是因为她们觉得 婷婷已经是完全可以生活独立了 就不太需要去照顾她 对 她自己开车啊 你看 对 她自己开车 我还坐了她的车 我坐她车的时候 一开始会有点担心 然后他们乐队的小伙伴就跟我说 你不用担心 婷婷车机很好的 她已经开了七年的这个车了 她说也没有 之前没有出过任何的这种事故 非常的小心 然后自从会开车之后 想去哪就去了 出去玩啊 这些都没有什么 这个能够困住她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她虽然是靠轮椅生活 没有过行走的感觉 但是她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让自己有更大程度的自由 比如说学开车 玩潜水 还有玩跳伞等等 高空跳伞 那么她妈妈怎样来看待这个孩子呢 她因为你想 我们现在看到 她当然是一个成功的 这样一个像一个案例一样 那作为母亲来讲 看到自己的孩子是这样 肯定心里是很难过的 怎样看这个 这个力婷一路这样走过来呢 其实我跟她妈妈沟通的时候 一开始 我们做好采访的时候 她妈妈还有点紧张 就是说到这个力婷之前是 比如说生病的时候 怎么带她去看病啊 她说的时候都还挺平静的 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机器关掉 然后我跟她比较放松地 坐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会拉着我的手 特别就是特别激动 或者说情绪非常亢奋地 跟我说 她说你不知道小的时候 我们家力婷刚发病 然后我心里多难受 对我看着这个病孩子 我得抱着她去看病 她八岁之前 所有的这些外出 就是去求医啊 这些都给她妈妈抱着她去 然后因为在农村里嘛 河南的农村相对会有点点重男轻女 然后这个村里面的人就会说 你看你这还生了一个病孩子 还是个老三 你要她干嘛呀 又是女孩 对 那你还什么从五岁就开始 抱着她来回去上学 有什么好读的 那好胳膊好腿的孩子还读不出来呢 你们家这个病痒痒的就别学了 所以其实对于每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 他们可能都是有过这样一段辛酸的经历 对 但他们现在呢 组成了这样一个八七七二乐队 他们把音乐作为自己向外界表达的一种方式 也是成员之间呢 表达感情的无形的纽带 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他们精彩的人生 对八七七二乐队来说 最近的大事是新专辑的录制 一共九首原创曲目 四曲之中是他们从不罕见的新生 就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离自己特别远特别难 一看乐队 哎呀这还挺高大上似的 其实真不是 因为像我们乐队也都是 好多人都是零基础啊 我们要唱我们自己 唱自己就够 如果他们的身体拿起乐器之后那种力量来 迸发出来那种气质 只有他们自己能做到 这一天恰逢专辑录制 每周二晚上七点是乐队的日常排练时间 住在北京皮村的节奏吉他首谢航程 给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上完音乐课后 也匆匆忙忙地出发赶去排练 五六点钟正直晚高峰 小谢换成了三次地铁和公交 这个老家在河南农村的男孩 来北京不到一年 他是白化症患者 眼球震颤 天生视力在0.05以下 戴眼镜也没有用 学锁闹之后在家里 做那个红白戏的演出 学锁闹的时候 学校要求开个什么 医院开个证明不传 非传染的不传染疾病的类型 后来小谢不顾家人的反对 跑去郑州学了两年吉他 他的微信头像 是一张头发染成黑色的艺术照 有时候会参加一些活动 或者演出吧 有些要求 所以感觉染了后 它会更容易融入到他们两种 独自北漂之后 小谢再也没有染过头发了 这个24岁的大男孩 学会了和自己本来的面貌 坦然相处 但如何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 并养活自己 依然是他生活中 最大的困扰之一 今天的另一个秘密任务 是给队长易欧 庆祝生日 什么单车 所有的钱都有的 转好了 你给我打电话 我就现在静 我就把车停到里面 在门口 你就拿出来行吗 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我们 惊喜创作了一首 给队长的歌 来 先探谈一下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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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祝你生日快乐 就我们第一次演出完了之后 脑瘫的一个小孩 坐在地上就说 就说在几十年前 像我们这样的人 是不是也活过 但是就从来没有 他们留下的任何痕迹 但是他在看到我们 演出的时候 就觉得 现在我们还可以 这样子活 如果有了三天光明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站高一点 看一下 看一下遥远的距离 体会一样那种 站在高处 看到公园的那种感觉 可能去爬个步 然后去爬个山 其实坐在轮椅上 挺难体会 跑步的感觉的 爬树 就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坐在树上待着 围着篝火 看琴 唱歌 刚才短片当中 这个白化病的小气 好像现在相对来讲 会惨一点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 正儿八经的工作 生活也比较窘迫 对 它是在乐队来说 是相对处于一个 就是比较双面夹击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跟我说 对于他来说 他有两个困难 第一个就是工作 第二个就是婚姻 这是他两个非常担心的 两个问题 对工作来说的话 因为他是一个白化症患者 他没有办法去工厂里面做工 因为很多是要求这个市里的 你看不见如果在流水线上 这个是很危险的 而且你也做不好 那如果你要想去卖体力的话 那可能去工地去搬砖 或者说去做建筑工人 对他来说也不太现实 因为白化症的话 他非常怕见到阳光 然后如果有这个暴晒的话 是不可以的 这对他来说 是个很要命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婚姻 其实他后来私下跟我聊天的时候 有跟我说到 就他今年24岁 然后但是他的父母 就会特别的着急 因为他们在农村的话 就是都已经成家了 像他这个年纪的 可能小孩都已经会打酱油了 所以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说 你万一如果找不到老婆怎么办 你没有一个家庭 那可能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基于 他是白化症 这样的一个病人的一个考量 然后所以这双面夹击之下 他就非常的困扰 一方面生活没有来源 另外一方面 就父母催婚催得很紧 所以他现在也就是说 在乐队里面还能找到一点快乐和寄托 他这个乐队为什么叫8772呢 对 8772这个名字 我觉得正常人第一次听的时候都不太理解 而且觉得都有点拗口 其实是他们病痛挑战的一个 首字母的一个缩写 然后把它变形成8772 这是他们的一个 他们自己的一些小巧思 因为对他们这种罕见病人 或者残障者来说 挑战病痛或者病痛挑战 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体会跟他们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借此然后是这个乐队的名字 而且也听起来也蛮励志的 就是好像一定要这个战胜病痛那种感觉 对 那他们这个乐队是怎么组建的呢 就这些人之间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其实组建是一个很巧的一个事 最早就是崔莹在一次 他们公开的一个罕见病的一个活动上面 对大家发出了一个倡议说 我们组一个乐队试试可不可以 因为他本身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音乐 然后他13岁的时候就写了第一首歌 当时是他说有感而发 然后就自己哼出来了 他发现自己还挺喜欢音乐的 那他小的时候他说他的小梦想 就是说能够有一群志同道夫的朋友 然后可以在一个小空间里面拿一些乐器 然后去打某一首歌 Saya说 Were chúng 我来说越少年 为我展讨 他们对她最新秤 真的 потом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